好来看到为了强化水利小组组长的联系工作 以及透过基层组织来推动及宣导水利的政策 5号上午农水属花莲管理处在寿风的工作站 举办了112年度的水利小组长的班长联席会议 农水属花莲管理处寿风工作站举办112年度水利小组长 及班长联席会议针对辖内灌溉用水及设施改善进行讨论沟通 在会议中管理处并说明了相关的灌溉设施申请的方式以及规范 同时也听取了寿风地区小组长以及班长的建议 一起聆听我们在地域小组长对于我们农田水利灌溉的一个建言 那会中也提到了那在寿风地区一些进入更新改善的一个建议 以及平常清淤管理维护的一些反应 那本处也依据小组长的反应 后续会规划相关的工程以及清淤的一个作业 那同时会中也即时宣导我们农田水利署的一个扩大灌溉服务的记者会 那也针对我们的灌溉更新改善 以及我们的一些管理的维护同步做一个宣导 各小组长建议除了现场即时的回应之外 并详细的记录做书面的答复 期盼借由深耕的基层座谈 让管理处的业务更为精进 记者林杰收风箱采访报道 我们 vardır reci他们为此 中 什么 jed